主持人 嗨 大家好 我是韋力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我平常在玩的 就是應該是說我最近在玩的手機遊戲是什麼 那我最近在玩的遊戲是 就是在種那個毒菇 因為那毒菇好可愛 然後每次在就是收成的時候 在畫它的時候 它會啵啵啵啵發出那個聲音 我就覺得超可愛的 但是呢另外一款呢 就是我打發時間的時候玩的遊戲 它叫皮羅摩米 然後是一個小雞火鍋的遊戲 因為它要堆高高 然後它很可愛 然後 好 那我們就先進去玩 話不多說 好 然後呢 進入頁面之後呢 我就按下去火鍋蓋 然後這時候它的下面的底盤 它就可以旋轉 然後我只要按中間 就是按那個火鍋 然後它就會跑進去裡面 但重點是喔 這個小雞啊 它可以就是變它的形狀 然後像這個形狀 是我覺得非常可愛的形狀 因為它被壓得很扁 然後重點是它的腳啊 因為注意看它的腳 也是被壓扁的 所以我就覺得 玩的時候興起很好 而且如果在等待的時候 你覺得發慌的時候 你也覺得 也太開心了吧 然後它這邊就會指示說 下一個是哪一隻顏色的小雞 那下一隻是紅色的 那紅色它的特點呢 就是它會黏住 黏住黃色的小雞 然後可以就是 其實也是一個 幫助說 你不會掉下去的方法 因為這個款遊戲 如果你掉下去的話 它就是輸了 所以你要就是 有一些戰略方式 可以告訴你說 怎麼樣讓那個小雞 都不會掉下去 可是穩穩的在 這個火鍋上面 其實我 沒有玩很久 所以這是我一直在摸索的 所以如果說玩家們啊 很厲害的話 可以不妨教教我 因為我最高紀錄是63 疊最高是63 有些人說很厲害 但是我覺得 我看到網路上面有人 疊了一百多個 我想說 怎麼可能 就是你的手機頁面 就只有這麼高 然後你怎麼疊的 所以我希望就是 你看我亂 它還會亂飛 你看 對 就是所以如果說就是 玩家們如果 有什麼小PayPal的話 不妨可以就是 在網路上面留言 我一定要馬上去看 因為我想知道說 我跌到63 我一定覺得說 他已經在那邊搖搖欲墜了 然後 那些人是怎麼可以跌到 一百多個 可以告訴我嗎 拜託 所以呢 這是我今天介紹的 手機遊戲 希望大家會喜歡喔